大家好,我是Anthony 香港收藏家是收藏品的投資金融資 今天我們會繼續我們最受歡迎的節目就是討論尋寶系列 每個人家裡都會有一些舊的鈔票 甚至有些不同的收藏品 今天會和大家講一下例如如果你在匯豐銀行 你留了一些可能入利是入剩的錢 今天的話是升到什麼地步呢 之前都會講過很多不同的款式 包括一些二十元指 升了可能去到一千元又有 有一些五十元指 升到五千元又有 今天我們會講的品中是什麼呢 它不是一個升了超多的系列 但是以一個這麼短的時期來說 升了這麼多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回報 今天會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一個匯豐銀行的一千元指 如果大家看開我們的頻道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幸運號碼 什麼叫幸運號碼 就是有些年份是特別稀有的 如果你找到的話 就會有一個很高的收購價 而收購方面我們自己都會做 所以如果你有的話 歡迎可以找我們 我們是會現金同理售 在講之前 希望大家都是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的channel 記得訂閱我 新片告訴大家 不要錯過每一個有機會發達 或者尋到保的一個系列 原因是什麼呢 很多人將東西放在家 當垃圾 但其實它是寶藏 甚至上可以換到很多錢 所以今天就是和我們 focus on 這個 說一千元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過很多不同種類的一千元 包括中國銀行的一千元 我們之前也說過某一個年份 是可以升值很多的 今天也是 我們會說匯豐銀行 而今天帶給你的 比較近期一點 不是一個很早期的銀子 如果就這樣看的話 你會發覺 好像真的不是很舊 因為這款 可能我家裡都有 有是不出奇的 那個年代 雖然大家未必會去到 例如入一個一千元來做例子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有機會唱到 原因是什麼 因為唯有90年代 其實有些人是賺到多少錢 特別是家裡如果富裕的話 可能會放了一些 沒有用到 一直都是保險箱的 希望大家床下底也好 保險箱也好 可以找到了 那今天的magic number 會是什麼呢 例如這一張來說 你就會看到一張1997年的鈔票 但是我們今天 不是找1997年的 7月1號 記得再清晰一點說一句 因為很多人經常都會誤會 或者我又搞錯了年份 你好像不是很清晰 再說再清晰一點 我們今天不是找1997年7月1號 但是我們也是找1997年 但是什麼呢 是1997年的1月1號 這個鈔票可以去到什麼升值呢 如果你全新的話 一張一千元紙 我們的回收價 是可以去到 五千元一張 而這款來說 真的不是很舊的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說九幾年 九幾年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現在看的人 是一個比較近期來說 都是一個不是很稀有的年份 例如我們經常都說一句 我們現在收這個價錢 是五千元的話 就會是一個全新的狀態 就會像這張鈔票 它是沒有接過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Anthony在家裡找到一張 但是會接過的 你又收不收 都會收的 只不過價錢就沒有五倍那麼高 但是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說 其實看上去又不是升了很多 說一千元 升到五千元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 以回報率來說 非常之多 因為老實說 如果一隻股票的話 你那個年代流到現在 分分鐘都不是賺錢 可能還會輸錢 但是你這張鈔票 由一千元 升到現在的五千元 之前也有些報導 說 升值好像不是很划算 九幾年消費能力高一點 等等有很多這些報導 記得一件事 如果你不是一個 合情合理 或者一個比較上 賺到錢的一個投資 其實你的一千元 只是值一千元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一千元別五千元 相對來說 已經是 放一張普通的一千元字 都是叫升值 但是我不是太recommend 例如我現在在銀行 換了一些新的銀子 放在這裡放二十年等它升值 因為回報率來說 非常之低 但是如果你說你買一張舊的鈔票 等它升值的話 這個回報 相對來說一定會高 你留一張銀子 或者留一疊一千元 等二十年升值 這個我自己就不recommend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 或者為什麼會賺得少呢 就是不知為什麼 那個年份 或者那個月份 發行值特別少 所以1997年1月1號 就變得很稀少 亦都有五千元的回報 但是你說 Anthony 那些就不是這個年份 會不會有收藏價值呢 有的 未到 為什麼呢 其他年份來說 一千元 依然是說一千元左右 不是升值了很多 這個也是那個原理 為什麼我現在 保持一張銀子 為什麼不值呢 就是因為你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它都會 以二十年之內 它都會維持在一千元的價格 變成它的扣擺力 沒有升 相對來說 不值 所以這個也是 為什麼我們經常跟別人說 就是說 留一張 即是老實說 你有夠錢在 你寧願買一張舊的銀子 收藏 擺一段時間 你的回報率 一定會高於 你保持這張 一疊的銀子 擺二十年 這個再說一次 另一方面的話 我還可以說多一點 給大家聽 說之前也是一個句話 記得大家訂閱我 訂閱我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新片會告訴大家 有些新的尋寶的種類 又會告訴大家 讓大家不要錯過 每一個有機會賺錢的機會 記得訂閱和like 如果你想說什麼 特別是留言 再說一些什麼 就是這個系列入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面額 包括例如1000元面額 500元面額 100元面額 或者50元 20元 整個系列有很多不同的章 但是如果你好運氣 好像這次 找到一個系列 是號碼一樣的話 其實都會有它的升值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撞到 例如號碼一樣 英文字母一樣 或者六條號碼等等 就算不是1997年1月1日的年份 都會有一定的升值 但你要記得一件事 不是每一個面額 都是說同一個年份和同一個月份有升值 例如我們之前說過這隻20元 有什麼年份 特別稀少和有一個升值的價值 如果大家還沒看的話 可以看看 因為都不少錢 例如一張20元可以變成100元 收購價值 其實都是源於年份 如果大家還沒看的話 可以看看我舊的影片 我舊的影片就說得很清晰 有什麼年份 另一方面 如果你是其他面額 例如50元 100元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花款的東西可以玩 但是如果你的號碼比較漂亮 例如六條號碼 例如1,2,3,4,5,6 100萬號 甚至是一個很小的號碼 例如0000001 都會有它的收藏價值 我們店鋪也是會收藏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話 不妨也可以留起它 特別是要記得盡量不要接到它 不要撞角 因為所有損傷對於銀子來說 都會有一個貶值的價值 最重要是保持得好 因為很多人我發覺 拿過來我們店鋪的時候 它沒有一個最標準的防潮設備 變成很多時候會有黃 黃其實影響價值都比較多 所以大家記得保存鈔票的時候 都要非常注重 如何去做一個防潮 我們之前都說過如何保存一些銀子 有興趣的話記得可以看回那段片 另一方面 除了剛才說的100、50、500 其實它沒有一個特別的標準 例如哪一個年份是特別少 因為這個系列來說 最主要都是我們剛才說的1000和20 兩個系列會比較重要 但是如果你例如一些可能再早一點的銀子 就算你不是這個年份 例如70年代的銀子 而你保存得好新井 一樣都會有它的升值價值 但那些今天就不會特別去講 如果大家有的話 不妨亦都可以 告訴我們 如果你是國外的話 亦都歡迎可以放售給我們 都是那句 例如這個1000元 你可以升到5000元 那個1997年的1月1號這個年份 我們是一樣都會收購的 所以如果你有的話 歡迎找我 記得再說一次 不是7月1號 是1月1號 這是非常清晰的 另一方面 就是質素保存的方面 也會影響價錢 如果你多過一張 也不要緊 我們還是會收購的 所以你賺得越多 升值越多 我們會不停 在做這個收購的服務 有興趣的話可以給我 也記得這款銀子 因為當年也有假銀子出現 所以大家記得 如果你拿過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幫你看看 那張紙是真是假 不要緊的 因為那個年代的確是假銀子出現過 這個我們會懂得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的銀子保存 會不會有問題 都可以歡迎找我們 我們都是很樂意去解答 除了這個款式 或者我們說其他款式也好 例如這個款式來說 其實它已經推出了很久了 從1993年到1999年這個狀態 都是不同的年份價值會不一樣 有些可能會貼近原價 1000元是1000元 有些可能會有一點點升值 所以如果你有的話 也不知道價值有沒有用 或者再者 Anthony值不值得再保存 還是我應該使用它 讓它的購買力不要貶值 這個我們都會解答 所以如果你有的話 歡迎可以問回我們 我們都可以盡量解答你 都是那句 我們不停會有一些不同的片段 跟大家說回來的 銀子的升值 甚至上不是銀子類的 例如油票、硬幣、其他收藏品 包括字畫、古董、花瓶等等 我們偶爾都會說一下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追蹤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 Like我們 留言說回你家裡有沒有這種鈔票 如果你沒有的話 或者其他年份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你有哪些年份 讓我又可以告訴你 有沒有價值 有沒有保存的意義 如果沒有的 使用了它 都可能有個好處 但你保存在它 不升值的話 其實都是一些 浪費或者貶值的作為 所以希望我都可以幫到 和解答大家 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是那句 可以訂閱我 和加入我的會員 我們會員正在支持我的頻道 的營運 希望大家可以貨少少金 加入我們會員 亦可以和不同的會員 和收藏家 交流 因為我們群組有130人 都是一些會員 亦會有磨擦 交流 和投資的心得分享 這些都希望大家 可能壞少一些板 或者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在一起取消 兩邊來說 會有影片 還有一些舊片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剛才說的 20元 還是其他東西 都可以在我們的播放清單 找到 希望我都可以幫到你 亦希望大家 可以尋到寶 發一個小 財 好,今天就這樣,拜拜